但是我可能要提醒就是 因為這些的纖維很高 對啊 會不會腸胃不好 對 就是可能某一些 譬如說他可能最近在腸胃炎 狀況之下的人 可能就沒有那麼適合 或者是說你今天 如果真的要這麼多的時候 你可能這個水量 或者是湯量也要增加 但是我要提醒就是 大家有個認知 就是高湯其實是很鹹的 對 所以就是不要以為你沒有放鹽 但是其實高湯的鹹 會讓你每天水腫 對 所以如果說你這個同時 菇類這麼多 你可能水分也要稍微再高一點點 或者有人會這個便便會塞住 對 好 到目前為止 還不錯 還不錯 是啊 成功喔 我要哭了 太感人了 回去再把那個滾包練好一點 這個更棒 孩子要眼熟了 好險那個沒有扣粉 OK 謝謝 謝謝晨曦 來 接下來坐 已經來囉 好 想要跟我擁有一樣苗條的身材 那麼好的皮膚 你的宵夜就一定要吃 去油 解膩 消脂的茶泡飯 容我冒昧的請就這樣 茶泡飯不就一個茶一個飯 泡在這裡嗎 對啊 好 我就算太淺了對不對 那個是平凡人的茶泡飯 平凡人 我要做豪華版的 五星級的 好料理的茶泡飯 達人的好不好 鮭魚茶泡飯 這請就厲害了 是不是 多了一樣鮭魚喔 好不好 看一下 好 先來看一下我的主角 鮭魚 那我們不要買 因為晚上嘛 你就不要買有骨頭的鮭魚 因為那樣很難料理 那我們就買撒心米 都花一點點錢嘛 買撒心米的鮭魚 然後這鮭魚我在半個小時前 就抹了一點點鹽巴 讓它有一點味道 稍微醃一下下 那老公通常要回來之前說 我要回來囉 因為老公一打電話 我就趕快鹽巴抹鮭魚 就過了 時間過了 然後就開始切菜什麼的 對 那就我們把鮭魚煎一下 好 對 我們就不要那種大火去爆它 這樣不健康 對 對 就讓它這樣這樣一點點的 冒泡泡 聽到聲音沒有 有 吾吾的屁股 �鍍 吾吾的職 基本上窗戶打開就可以聽到 我們來看一下 通常晚上會 因為超泡飯 我覺得還是白飯比較好吃 那通常我吃也是一點點飯 但是今天要分給大家 所以飯稍微多一點 然後呢 所以其他的食材也都很簡單 很清爽 清爽 對 台魚啦 對 然後這是海苔片 就把海苔切片 撒在飯上 先撒上去了是不是 對 先把它放好 在煎魚的同時 你可以做一點別的事情 那妳那個飯是要先加熱 再來處理嗎 還是冷的也沒關係 其實晚上煮好的飯 它不會多冷 它還是溫溫的 OK 這樣 因為等一下 會有熱的高湯加進去 好 然後切好的蔥花 需要嗎 好啊 蔥花 蔥啊 蔥花妳不用最後放喔 不用 因為等一下要澆上去 讓那個蔥的香味 讓高湯把它衝出來 對 然後呢 我們把漂亮的柴魚片放上去 因為日式嘛 你上面放一點柴魚片 等一下那個熱湯進去 它會在上面飛啊... 跳舞嗎 對 飛舞茶泡飯 OK 活潑的茶泡飯 所以妳都把材料放進去 等老公回來桌邊秀 對 湯澆下去嘛 對 然後鮭魚在煎的時候 我也有秘密武器喔 她都來這一套 來 秘密武器是 我的秘密武器呢 就是 柴魚 對 因為其實茶泡飯 也要有高湯嘛 對 然後那種去便利店 偷高湯的行為 我們非常的不鼓勵 對啊 人家也是要成本 也是要工作的 不鼓勵 罐頭的高湯 不鼓勵罐頭不健康 我們自己做 自己做 就用柴魚片啊 把它放在這個綠袋裡面 對 柴魚要放 就大約一大把就夠了是不是 對 一大把就夠了 我們把它放起來 這個很厲害喔 對 這個高湯很不錯 你不要花時間熬喔 對 就把它塞到保溫瓶裡面 或是燜燒壺那種 對 燜燒壺也可以 然後你準備燒好的開水 對 把它倒進去 好 只要那個蓋過你的柴魚片 就好了 然後把蓋子蓋好了 你看在煎魚的時候 你就把它晃晃 晃晃 搖一搖 對 先放著不管它 這個時候如果孩子在旁邊 他說孩子幫忙在那邊搖搖 他很開心啊 對不對 對啊 你就讓它的味道出來 然後呢 茶泡飯一定要有茶 所以我們準備一個 玄米茶的茶包 玄米 然後也用開水 泡一下茶 為什麼不直接放在那邊 燒五點五點 茶包跟它和在一起就好了 然後一邊加... 一邊加高湯 看起來比較好吃 比較專業 然後給老公看起來 我比較用心 我做了比較多的手續 了解...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我的魚也好了 這樣好了 這樣洗的東西也滿多的 對 我們就把魚先煎出來 人家拿出...魚拿出來 對 還不弄碎 妳不是要弄碎 我在碗裡面弄碎 弄碎了怎麼撈出來呢 兩位先生和小姐 如果把魚... 對啊 然後我們在這裡拿 對啊 弄碎... 不是 因為弄碎之後 你連著油一起盛出來 你就會吃到很多的油 然後我們老都回來了 正在弄這個 你看我在弄我的魚松 不用鮪魚罐頭 我們用新鮮的鮭魚 變成魚松之後 我們就把它灑在我們的飯 灑上去 不錯耶 到目前為止應該 在健康的角度是好 奇怪 譚老師又點頭了 又點頭了 當然譚老師的點頭 所以不曉得是好還是不好 剛剛他也點頭就說 用罐頭就不好 沒有罐頭啊 就是新鮮的 然後我有一點點的鮮魚醬油 我覺得我加一點點 然後有一點點味道就好了 不要多 對 灑上去 我先聞一下我的高湯 怎麼樣 你聞 是茶葉的味道 這個就厲害了 是不是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把我們的茶 放下去 兩道手續對不對 對 半杯的茶就好了 好 然後再加上秘密武器 柴魚高湯 好香耶 是不是 其實很香耶 加我的柴魚高湯茶泡飯就好了 謝謝 這個很厲害喔 搖搖弄一弄 他就弄出一個茶泡飯 對 我們看這個香味多專業 我需要真的 都外面煮得一模一樣耶 是不是 真的嗎 說什麼沒有 等一下 你剛剛誰說沒有 不需要什麼廚藝的 我說的 沒曉得 背後的聲音就真的很清楚 那我必須說 真的很像那種日式料理店 真正的那種茶泡飯 是不是 那個柴魚真的好濃好香 真的不想要評測 我自己煮的東西 但真的好好吃喔 我覺得這個吃不膩耶 吃不膩 對 我覺得吃不膩就是 吃不膩是一個重點 但是我們更大的重點是 會不會吃不胖 難處理要解釁嗎 來 營養師 吃不胖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它是澱粉嘛 對 但是至少這道菜真的是油 而且油很少 而且油很清爽 對 那我想說這道菜裡頭 稍微纖維含量會少一點點 那你可以改成海帶芽 其實那個纖維含量會比海帶甜 對 那甚至就是大家知道 像有一個叫紅藜麥嗎 對 有一種食材叫紅藜麥 其實這個紅藜麥它的纖維高 所以其實比如說你的紅藜麥 煮好以後 你可以分很多包 凍起來 你要吃的時候 其實你就再去微波稍微熱一下 加在這個裡頭 其實因為紅藜麥沒有太大的味道 所以它會搭的 能夠幫他老公醒酒嗎 對 可以 可以喔 對 這個喔 這個東西可以 你知道為什麼其實有些人喝酒的習慣 是因為它就真的是喝酒 它菜吃很少 所以他們有時候 它要讓它稍微就是回來以後 其實它肚子都是空的 所以你要給它一些東西去墊墊胃 那你墊胃的同時 你又不能說只有墊一個澱粉類 米 沒有 你還要墊一個鮭魚類 這樣它才會比較均衡這樣子 但是也要提醒就是如果說 真的譬如說 像有些人胃不好的人 胃潰瘍的人 其實我不建議泡飯的行為 因為其實泡飯太軟 對他們來講 其實他們真的會 刺激胃酸分泌會過多了 他們不一定會舒服這樣子 對 那譚老師覺得 有什麼可以挑戰嗎 我覺得這個是滿好吃的 因為這個很清爽 是我很喜歡的 對 但是我們如果再多加一點纖維 我想會更好 就像那個營養師說的 那可能就是把米飯 再加一點點纖維 這樣就給我更多的纖維 那也不會就是說 一進去之後 因為它有湯嘛 然後就一下子就像化酒 對 很舒服 有沒有可能在炒到泡飯裡面 一般都認為是 應該就是飯是成立的 在一些什麼麥片拿或什麼 好嗎 好嗎